今天呢,你可是真得着了啊 川哥呢,分享一道 萨火店,常吃一道硬菜 花生毛豆嘛,对不对,川哥更新一道糊毛豆的做法 首先呢,我们选择一下这毛豆啊,粒谷的,粒谷的毛豆,别的我们就不要了 然后把根也摘一摘 加入清水,我们把毛豆给洗一下 把毛豆表面这个尘头,都给它洗干净的 毛豆这玩意呢,也得洗个两遍三遍的,这玩意呢 我那个尘头老顽固了,你知道吗,你这洗不干净 吃一嘴,牙尘的,你闹心呢 毛豆啊,彻底洗干净的时候,我们放在一边给它控水 然后我们开始进行下一步啊 首先呢,我们准备这个大葱,大葱切片 然后生姜切片 准备点这个大料 花椒 别的香料不用放 你用放什么香叶的,桂皮的这玩意,烂不着,不用放 就这花椒的料就够用了,味已经就可以了,就煮了 然后在边锅加入清水 水中加入一层小树达,再放入精盐 能吃咸点的,口中的 可以多放点盐 然后放入葱姜大料花椒 水测过来之后,我们放入毛豆 毛豆把串哥这个两头埋个茄子搅开 这样呢,你就稍微多煮一会儿,煮过那个四分钟左右,八九分钟,十分钟 烧烤店的这个 这个红毛豆属实是个硬菜 你要串哥这个酒链整一盘毛豆 都能都能 喝喝喝再冷的 视频看到这里是一个关键点啊 毛豆煮过十分钟左右,已经熟了 把毛豆捞出来 绕了之后呢,这汤啊,这汤我们千万不要冷,汤一定要留着 这汤呢,可以再放到一个盆里边 之前再放着 然后我们用冷水把毛豆给它投凉 这烧烤店的毛豆为啥,眼睛毛豆是绿色的呢,煮完是绿色的呢 有两个关键点 一呢,这毛豆你煮时间不能长 二吧,你放点小苏打 三呢,你煮啊,煮熟之后吧,必须快速用冷水给它投凉 这样吧,毛豆它能保持绿色 毛豆控完水分之后啊,我们呢,把毛豆 铺一层毛豆撒成盐 铺一层毛豆撒成盐 这样吧,毛豆能更有效的入味 然后呢,把自然放凉的这个 红毛豆这个圆滩啊,浇在这毛豆里边 放冰箱啊,冷藏一晚上 这样呢,哎,毛豆这个香精味也有了 颜色还脆绿,吃着还凉爽 这个毛豆已经泡了那个 一晚上啊,大概能有个七八个小时吧 啊,吃个尝尝味上啊 看看,大家进去炒一炒 这毛豆这种做法,毛豆是非常绿的啊 就说不是,不是说你放一天,你放十天,放半个月 这毛豆它也是绿的啊 炒制非常的有食欲 而且吧,再加上这汁泡上一碗上 哎,这个盐味也非常的足啊 就是,就是味道非常的饱满 还是那句老话啊 如果大伙人喜欢圈哥的美食视频 别忘了帮圈哥转发点赞加关注 圈哥您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明天再见